大紐約區僑借關懷救助協會 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行了成立大會 協會將整合紐約當地僑團資源 協助中華民國駐外機構 為臺灣旅美同胞提供緊急避難 救援及關懷協助等服務 大紐約區僑借關懷救助協會 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行成立大會 協會全體理事監視及多個 紐約僑團僑社的代表接出席 協會理事長王金智 與會長羅淑華陸續發表言論 表示協會將整合大紐約地區的僑借資源 為臺灣旅美同胞提供緊急避難 救援及關懷協助 這個協會成立最大的目的 就是響應我們中華民國 臺灣僑務委員會 希望在全球各地有僑民的地方 能夠組織一個這樣的關懷協會 以因應旅外國人 特別是留學生或是到旅遊的景點 來觀光的國民 在外地當有狀況發生的時候 各地都有這樣的一個關懷救助協會 能夠即時展開對他們的協助跟研究 這是最大的忠職 協會目前已設立多個工作組並將設求助專線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徐立文 喬教中心主任黃正傑都出席大會表達支持 同時感謝僑胞的愛心和奉獻 其實大紐約地區這方面的僑胞的合作和支持已經很多了 但是今天這個協會的成立能夠讓大家更加的整合 而且有一個結構性的這樣子一個平台 我相信對於將來我們大紐約地區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一定能夠提供即時而且有效的幫助 那我們海外國人在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事件 可能會很多需要我們支援的地方 那我們的僑社的力量已經活躍了這麼久 他們的僑社的網絡把它建立起來之後 就可以協助我們海外的旅外的國人 在第一時間發生一些需要緊急救助的時候 我們要伸出援手展現我們的僑界的力量 幫他們度過難關 除了紐約外 洛杉磯 佛羅里達等多個美國地區 以相繼成立關懷救助協會 未來希望能有更多區域僑界加入 台灣宏觀電視唐城 美國紐約採訪報導